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有风 所以天气还算好 如果没有风 有雾霾天的时候 有可能能见度就几十米 或者十几米 那样的雾霾天气的话 那开车都不行 走路的话 那都那个 都看 都要小心一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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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你把那个环境治理好了 就不会产生这些经济损失 因为今年入冬以来 中国的雾霾相当上严重 已经严重了影响到人的身体健康 和其他的生活方面 工作方面的一些方方面面的事情 已经很严重了 可是没有人真正去指责政府 在对这个雾霾的问题上治理不力 他们的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 所以我们五个律师 就是以公民的身份 采取这样的行动 起诉北京市政府 天津市政府和河北省政府 以唤醒人们知道 雾霾的真正原因 是政府的不作为和乱作为 公民的关注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因为如果追溯到一二年 可能公众还不知道平板点五 那当时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个过去的空气质量系统的这个 这个数值和时机的这个蓝天的情况的一个差异 才推动了中国这么快的推出一个平板点五的监测和平库的标准 所以我觉得公民的关注对于治理空气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有必要的